第十題同第九題一樣的甲乙XT圖 他問我們說討論一下甲乙的加速度與速度的方向的關係何者正確 那我們從剛才的第九題答案當中我們已經了解到 甲的速度是越來越快而乙的速度是越來越慢 而我們上課的時候也跟各位說明過強調過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速度就會越來越大 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反方向速度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甲的速度越來越大所以就表示甲的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乙的速度越來越慢就表示乙的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呢我們第十題的答案呢應該是選擇的是B 甲的加速度跟速度同向乙的加速度跟速度呢反向